每天都可以讲 公益彩券跟运动彩券 在台湾已经发行的第13年 虽然彩券经销商管销成本很高 加上市场相当竞争 但是彩券经销市场还是很夯 2019年8月24号晚间 运彩经销商商业同业工会 特别联合原住民彩券经销商权益保障协会 在台中市草岗层餐厅 举办会员大会 工会理事长何玉琪说 很感谢体育署台彩公司 跟各界人士的支持 才让运彩台彩有这么好的成绩 在从业人员的部分 我们今天也都会来多加鼓励 那这是我们一年一次的一个盛典 那也希望各位民众多多来支持彩券 因为每埋彩券所贡献的盈余 运动彩券也好 公益彩券也好 其实都能真正来照顾弱势家庭 在这场彩券经销商大会的晚宴当中 除了有各项精彩的表演活动之外 立委张料万坚 黄国书 何欣存 原住民级的市议员黄仁 台彩公司总经理 也都到场致议表示肯定 运彩经销商工会也颁奖表扬多名推广彩券工作的有工人员 并且举办摸彩跟发红包的活动 让现场气氛轻松又热闹 运彩经销商工会理事长何玉琪表示 明年8月东京奥运的商机一定会创造政府 民众跟彩券经销商三营的局面 台彩公司也会在今年的中秋节加码5亿元的总奖金 回馈给所有支持彩券的善心民众 记者陈文旭 肖又金台中报导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